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朋友圈曾经的私密场所 如今成了晒美食和旅游的重要阵地 尤其是一些女生啊 每天都会拍大量的照片 发布到朋友圈 供人欣赏点赞 很多人看到朋友圈天天晒这些 就会觉得女孩子不务正业 其实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呢 可能朋友圈晒美食和旅游的女生 仅仅是为了赚钱罢了 那么她们是怎么通过晒照片赚钱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吧 互联网时代虚拟经济发展迅速 作为一个平台 在互联网商业营销中 我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流量 而流量有什么用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流量是可以赚钱的 女士频繁的是爱旅游和美食 无非是想用这种方式 引起大家的关注吸引眼球 从而让更多的流量流向自己 有了流量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一些著名的网红职业 她们可以做旅游体验师 帮助景区和酒店航空公司做宣传 也可以开直播让粉丝打赏 还可以做时尚美妆博主 帮助衣服和护服品等做宣传 当然啦 最多的还是做微商 通过朋友圈将人吸引过来 引入到自己的微商店铺中 就会产生购买量 女生做微商比男生做微商要容易得多 只要善于聊天 就会有大量的人气 只要善于宣传 就会有大量的购买业务 长此以往也是不菲的收入了 所以啊 当我们看到很多女生晒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 不要再一锤子打死 可能你不经意的一看 已经给她带来了一分收益了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 请关注最有感觉 瑶瑶和你不见不色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